Minecraft 這是一款效能全開 就有本事把電腦給炸掉的遊戲 當然我的電腦並不是很好 但是為什麼有時候可以看到我拍出 光影開很大的影片呢 而且又很順 現在我就來揭露這個原因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的FPS 大概15 16左右 感覺還好啊 但是平常我在拍的時候 應該會丟出這兩個傢伙 我的測試擔當 喔 他們出來了 然後 開始放棄人了 然後 啊 對 基本上 依照我電腦的水準 在伺服器拍這個影片 應該是不可能 不太可能的 就 暗爆 看分開一下 就哪一看 看到了 這一個 一個是伺服器 一個是我們的Minecraft 都吃了相當多的記憶體 看看 吃滿的 簡直就是吃滿的 所以吃這麼多記憶體 基本上 錄影也 太有辦法了吧 像這樣子 我的天啊 就是 一個卡包的概念 所以我們 必須了解到一點 開光影 拍影片的時候 不能用錄影嘗試來錄影 必須交給Minecraft自己來錄影 這個模組呢 已經 不太支援Flog了 他 他只有 他Flog只支援到這裡 1.12.2 再往上就是這個新的 在1.12.2的時候才會支援Flog 之後更新版都是要 Fabric Al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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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在Fabric用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再安裝一個 Altifabric 有了他之後 你就可以 裝Altify 所以可以開光影 之類的 雖然Fabric 又有自己的光影 不過我還是 比較習慣用Altify 所以我也裝了Altify Fabric Altifabric 那我支援1.16的 首先我們 當然是不能開光影的啦 首先呢 我們把光影給關掉 我們把材質包也全部丟掉 欸這個的話 是沒什麼關係 來丟掉吧 我不確定這個有沒有用 不然 把家進來怎麼樣 好吧 並不是美感動這個 我就不加了 就這樣子 簡單來說 把數的材質包都去掉 這樣就變回一個原版的狀態 好 我們現在進入遊戲 FPS 20幾 好 現在是 19嘛 20 23 25 能節省盡量節省 不然我們試試看 好 把這個丟進來 現階段就是越順越好 因為那個 錄影模組 它是依照你錄影時的順長度 來播放的 所以你錄影的時候它卡爆的話 那 到時候播放的時候 其實會很卡 所以我們要在很順的 情況下錄影是最好的 好 現在 材質變得很慘 FPS好像有 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 這裡 裝了錄影模組 就是這個 裝了這個 錄影模組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邊有個 replay播放器 然後 當你進入遊戲的時候 就會有個 紀錄式寫這個 狗狗會亮起來 replay mode 應該是叫重播模組 replay 好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現在我們就可以很順暢的進行遊戲了 因為 光影關掉了 材質包也都拆掉了 現在是一個 相當神像人的模式 當然不知道還可以多神 那總之 我們就把 這兩個相當吃像人的東西丟出去 然後就打起來了 可以看到兩個quizca在對打 好 對我們要開錄影 好 錄影要先開好 不能像我這樣子 不斷動作 好了我們現在開了錄影 這個紀錄 這時候就是已經在錄影了 還是有點卡 其實就是因為 google 這傢伙也會 google也是吃蠻多效能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要錄影的時候 要錄影的時候就是 把錄影城市也關了 然後 網頁全關了 就只開師傅進來 不是像我竟然這樣子 我現在是還開著錄影城市 不然我在錄的時候 錄影城市也不會開著 對 我大概只會開著 伺服器還minecraft而已 其他東西我通通關掉 就可以錄製 比較順暢的影片 不會像這樣子卡卡的 我現在關掉網頁了 那麼 超簡化 OK那我們大概錄製一點點 Stop 或者直接按中段也可以 然後他就開始儲存 儲存剛剛的replay 完成 OK 那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把後面這個師傅給停掉了 或者直接進來看也是可以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錄影成果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 資源包給丟下去 把 該有的資源包丟進去 嘿 嘿 嘿 好資源包丟下去了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模型都跑出來了 而且現在是很順暢的狀態 呃 那當然避免他卡 最好就是把師傅給停掉 因為師傅我們剛剛看到了嘛 他也很吃資源 把他停掉會更順一點 把師傅給停掉 師傅是哪一個 好師傅消失了你看 一下子 一下子 就省了好多效能 好多記憶體都省下來了 你看 省超多的 這個師傅 師傅太恐怖了 好那我們現在把師傅停掉之後 影片就會更順暢的執行了 大概吧 畢竟剛剛錄製的時候是蠻順的啦 那有可能電腦不夠好他就卡一卡的 所以 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現在必須把鏡頭先設定好 那先把時間回到最開始 就簡單的做一做就好了 首先認下 A和O 這是第一個紀錄點 按下P播放 按下P暫停 A和O P就是播放或暫停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調整角度 然後再紀錄下一個坐標點 A和O 鏡頭印鏡完畢了 我要可以把 時間軸拉到最前面來 然後按播放 就可以看看我們剛剛錄的 鏡頭是怎麼跑的 對 然後覺得ok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按渲染鏡頭路徑 但是現在先等一下 沒有要渲染 我們要先把光影給打開啊 我們的目標就是錄製漂亮的光影的影片 所以當然在渲染之前要先開啟光影 好的 開啟光影了 看上去畫面就是瞬間高級的不少 高級的超級多 我們錄多久啊 哇一分多耶 這樣可能有點久 試試看 渲染鏡頭入鏡 然後給予 它就要開始渲染了 好 這個就是 交給模組去錄影的情況 對 我們現在把錄影的工作交給模組去錄 我們就不需要動用自己的錄影程式錄影 開啟錄影程式的時候 有多順暢 錄出來就是多順暢 超棒的 那我們現在就等它時間結束吧 好的 我們現在渲染完畢了 然後打開影片資料架 然後打開影片資料架 去看到我們的影片在這裡 我們馬上來看看 有沒有很順吧 應該會比 不 理所當然比 開著光影的時候順多了這個東西 哇 太精彩了 有沒有 超順的 我安全不卡 這個 該怎麼說 遊戲的時候是不可能這麼順的啊 我電腦沒有好到這個地步 這邊剛剛就是錄影的時候會卡一下 所以這邊就卡住了 對 就是剛剛在開啟錄影模組的時候 這邊就卡住了 所以 當然 你錄的時候是卡的 錄出來就是卡的 所以在錄影的時候就是盡量 把效能提升起來 讓它完全不卡 這樣錄出來成果就一定不會卡 那現在就這樣子吧 開著光影也不會卡的效果就像這樣子 你看它們打得很開心 然後 基本上不怎麼卡 但是大家就發現到一個很大的問題點就是 怎麼沒聲音啊 呵呵呵 怎麼會沒聲音啊 對啊 這個模組輸出的影片就是 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聲音還要再另外錄製才行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們現在就去錄一下聲音 錄聲音的方法其實就 很簡單啦 就是 你現在播放絕對是卡包 我們又要再把光影給關掉 所以我們為了錄製聲音 我們必須 也是把效能提高到最好吧 就是 追求盡量不卡 避免 避免陰鬼的長度太長 導致你要 對齊的時候很難對上 好 這個就什麼都畫面了 那麼我們就按播放鍵 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個錄影程式 就像我現在已經開了一個錄影了 我不可能再開另外一個了 所以這邊我就沒辦法表演你了 總之就是開個錄影程式 然後隨便框一個位置 然後按播放 有聲音的對方 所以只要錄製這段 就會有這段的聲音 OK 剪輯軟體很多種 所以其實也不見到這種 只要可以把 陰鬼和那個影像放在一起的 就都是好剪輯軟體 那我們現在把剛剛錄的影像丟過來 丟過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遊戲的影像 可以確認到它真的就只有 影像 沒有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賦予它聲音 聲音的話 剛剛我們的錄影裡面就錄到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出來 就要再加起來把它清掉 那剛剛我們錄的東西在這裡 對這個 WOW 大概在最後面吧 看一下喔 對在這裡 大概就在這裡吧 貼上 貼起了 然後 要是沒意外的話 大概就這場錄 那 要是沒意外的話 大概就是 如果 剛剛在錄 聲音的時候 沒有什麼延遲 那大概就是播放的瞬間 就是和它的起頭 是同時的 那我們是要把它的頭 把它順序拍一下 這個聲音先關掉好了 然後播放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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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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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了 然後最後的地方 再看再比對一下後面 如果都一直差不多 那就是ok了 對 差不多啦 基本上 誤差相當的少 誤差不少 他在光環 他在光環消失的瞬間 對 誤差不大 這樣就ok了 差不多就這樣子 整東西要完全抓準太難了 好的 那這個就是 普通電腦也可以錄製 順暢光影遊戲畫面的技巧 thanks for watching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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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玩 會沒有 嗯 好奇 小白 Hahaha 好 玩